学佛要指智慧语二 今天首先给大家讲 见性后会光透露 见就是见到 性就是本性 只有见到你的本性后 你的智慧光芒才会透露出来 什么叫没见性 就是耍小聪明 只顾眼前的利益 而不顾将来的所得 什么叫见性 就是要明白 自己心里所想的是什么 要用一颗明白的心 才能见到你的本性 不明白的人 就是见不到自己的本性 你们说 喝醉酒的人 能见到自己的本性吗 多少人不开悟 就是糊涂迷糊 唯善必娼 唯善不娼 必有余阳 阳尽必娼 唯恶必秧 唯恶不秧 必有余娼 娼尽必秧 一个真正行善的人 一定会昌盛 如果做了善事 而没有得到好的果报 说明过去生中 做了很多恶 还在身上 没有消除 等你的灾祸 苦难 全部结束 善恶 完全抵消之后 肯定能得到福报 就一定会昌盛 但是 这个前提是 你因为善 如果没有善 秧祸尽了 必定不会得到昌盛 如果做了很多善事 而没有得到好的报应 这叫必有余秧 是因为前世一定有很多恶事 至今还没有把它化解 所以才会有余秧 如果作恶 必定会遭秧 如果一个人 做了很多坏事 没有遭秧 没有报应 没有恶报 一定是 前世所积存的善事 福德在身上 所以 还没有得到报应 如果报应到了 一定会遭秧 唯恶必秧 不秧 则尚有一善 为非作胆 杀人放火 为什么他会生活得那么好 说明他以前 或他的祖先 或他的前世 有很多善缘善果 这个善缘多于现在的恶缘 所以他不会遭秧 但是 善尽必秧 当他这两方面抵消完后 他肯定要遭秧 这就是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一个人 不要起称爱 就是 称挂爱心 一个人 不要称 称就是生气 挂爱 是担心 烦恼 难过 嫉妒等等 譬如 一个人身上皮肤稍有不舒服 有挂爱心的人 首先会想到 会不会是生癌症 而有些人会想 可能是被什么东西咬的 不会有事的 他的意念 不会转化为不好 一个人的心 主宰着 一个人的生命 即心灵 主宰着生命 很多人把他本末倒置 例如 有些人身体主宰心灵 比如 喝酒 酒瘾上来了 明明心里知道 马上要开车了 不能喝酒 可是肉体需要 拿起酒就喝 开车出去 就被警察罚款 或发生车祸 所以 人不能被身体控制 人的精神 要控制肉体 而不是肉体控制精神 肉体的需要 比如 喝酒 性欲 杂念四起 这些就是 用肉体来控制精神 人是高级动物 因为有灵魂思维 思维就是 高级的灵性 所以 要用思维 来控制自己的灵魂 这样 就不会犯错误 一个人 要长生惭愧心 长生惭愧心 能使你进步 要学会和好的比 比比 就会生惭愧心 永远要记住 不要把别人做的善 与自己对照起来 如 别人好 那就是说我不好 这叫 杂念思心 一个人 要长生欢喜心 要用智慧 战胜自己的烦恼 战胜自己的不开心 战胜自己的困难 所以要 长生欢喜心 一个人 要长生 笔下有余的欢喜心 就是 要在心里 铸造一个 好的园 一团和气 好的气场 一个人 要长生 慈悲心 有慈悲心 就能产生 智慧 慈就是 给别人快乐 悲就是 消除别人的痛苦 时常关怀别人 处处 为别人着想 就是慈悲心 慈悲心的 另一种具体表现 就是待人和爱 不发脾气 憎恨心 是可怕的 因为它可以 使从前的善行 和修养 化为灰烬 而且 给你带来无数的 烦恼和不安宁 所以说 一把无名火 功德 尽成灰 一念 称心起 百万 帐门开 一念 称恨心 升起 各种各样的业障 都会出现 随缘 消旧业 更莫 造新秧 旧业就是 过去生中 所造的 孽障 一般 是说 前世的 前世的 孽障 不要执着 取消 因为前世 已经造成了 因果 没办法 消了 今世所受的 一切 都是前世 种下的因 所以 在消旧业时 只能随缘 在随缘时 要学会 随善缘 化解恶缘 修行 一定不可 再造新的罪业 不然 变成旧业未消 又增新业 未来世 将更辛苦 甚至 会一直 堕落下去 修行 实际上 不是单一的修行 是要广泛结缘 如果 没有缘 就助长不了 你的修行的根 是要广泛结缘 是要广泛结缘 要广泛结缘 就是要广泛结缘 就是要广泛结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